来看一下有关那个这个判断 就是结构控制 其实一般也叫做逻辑判断 然后上个礼拜同学比较有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画面怎么变成黑 那个什么 原来是黑底 然后白质 那看起来其实不是那么舒服 如果不习惯的话 这边我讲过有个这个扳手 偏好设计 然后这个设计里面的话 记得它是在外观 第二个选项 如果英文的话应该 那什么叫什么 另外一个名称吧 然后主要在这中间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的话 本来它好像叫做这个名称叫做Spider 它好像叫什么 底下原来黑底的是这个Spider Dark 有没有 就这样这样黑色的底 那看起来如果不舒服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改成Spider这个选项 这样就会变成白底了 OK 如果是这样 不然的话 如果你找不到 其他当然你也可以有时间的话 自己去找别的选项 有没有 它有很多这个那个主题 有些像PowPont一样那种设定 你可以自己再找一个你喜欢的 不过我觉得 当然你如果不想让费时间在这上面的话 你就OK 这样就可以写就好了 OK 大概是这样子 其他的话 当然还可以有做其他的设定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再找找看 上面其实如果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在通用里面有个高级设置 如果你改成那个中文 当然是简体中文 至少我把它看得懂 那你也可以再去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目前这个版本还没有繁体中文 不过未来看看也没有 也许它这个版本一直会更新 而且更新的速度其实还蛮快的 因为之前我在用Spider的时候 它好像才很chill 而且很难用 所以我刚开始本来是不考虑用这个环境 所以我之前是用另外一个叫Eclipse的开发环境 也是类似这种环境 那只是说因为慢慢发现它已经还OK了 所以我看干脆 我为了说不要增加各位额外的负担 因为你如果再用另外一个环境的话 哇那你又要再学另外一个环境的设定 哇那个设定虽然不会 对我们来说不会复杂 可是我发现对你们来说 只要有一个地方 多一个动作 都就是很多的问题 OK所以我尽量 就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尽量不要出任何状况 的方式教各位 那你会想说 那这个环境怎么来的 其实也是从网路上抓下来 我只是说帮你们打包好了 你们只要解压说就OK了 但是它原始的位置 是在哪边呢 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想抓了 因为像有些同学是用苹果电脑用Mac 那Mac不是Windows 如果你是用Mac的同学 那很抱歉 这个是for Windows 那你可能自己可以做一下 那怎么做 第一个你就Google上面打Python Python打上去之后 第一个就是Welcome to Python 这个环境 然后呢 是这边就有个download了 download里面的话就有个 它现在最新的是3.9 我们现在用3.8 384就3.84 那如果你要用更新的 你也可以自己重做了 那第一个 而且它上面还有for Mac OS Mac 你可以从Mac 这边可以去抓Mac的版本 然后假设 如果你要抓最新的版本 你可以Windows 它预设是Windows 因为Windows目前市占率最高 应该我印象中至少八成以上都是Windows 那不过呢 那个苹果的环境激起之追 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破10%了吧 OK 而且写程式的人大部分也都用Mac的居多 很多的工程师写程式都还蛮喜欢用苹果电脑的 OK 那为什么 其实当然有它的原因吧 不过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我自己还是用不太惯 为什么 因为感觉很多东西就不方便 所以 后来像我有买一台Mac 我刚开始买是因为它很漂亮 很漂亮 OK 后来发现就放的比较多了 然后后来就变成我太太和她 女生真的很喜欢Mac 哇 我没有用 不然给你用好了 她现在就拿去用了 OK 那我后来发现 因为男生比较喜欢用那种 像这种联想的那个 以前IBM的 这种摔不坏的 用不坏的 真的永远都不会坏 但是就丑丑的 黑黑的 那我家里也好几台 用好久都不会坏 怎么用都不会坏 OK 反而带出去会比较放行 像那种苹果的时候 感觉不小心 还要把它保护得好好的 OK 那当然如果你用苹果的话 记得你就是用Mac OS 这边有个下载 你就下载这一个 我的做法是哪 第一个 你就是这个东西 安装的方法不难 但问题就是你要先装 装好之后 它就变免安装了 就这样而已 然后再来还有第二个 把Spider 再把它装到拍场里面 当然就这样的步骤而已 OK 虽然没有几个步骤 但我发现 如果这些步骤给你们做的话 那可能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我干脆帮你们跳过好了 所以你先用我刚刚讲 用我的懒人包就好了 OK 如果你有兴趣的同学 我大概做一遍 大概就是 第一个 这里没有 第一个安装 对不对 它会问你说你要安装到哪里 但是请你不要安装到它预设的路径 为什么因为太长了 它是装到C底下的User的 Typey的 你最后找不到 所以你可以选下面这个 Customize 这个Installation 这个就是你要选什么 选你要放哪里 那你要装哪些东西 就全部好了 然后装到哪里 你Browse一下 我就把它放在哪里呢 这边的话我把它放 一样是C底 C底 C号斜线 把这些前面路径都砍掉 干脆叫什么 拍上39 就这个路径 然后呢 其他这个要不要 这个都不要了 就是 这些反正又预设的路径 OK 按Install 它问你要不要 就把它试了 那就把它装下来了 那装完之后的话 还没有OK 装完之后的话 里面呢 基本上还没有Spider 所以呢 装完之后呢 第二个动作 就是再把Spider 安装起来 那这样就OK了 只是它要跑一下时间啦 OK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到这个地方上面去找找 OK 那其实很好找啦 就是找哪里呢 找这个Google 那个Python 这个关键字 download里面就有了 另外的话呢 相关的官方的说明档案 有没有 这边有个叫做Documention 这个就是它官方的说明档 也就是一手的说明文件 其实坊间的书籍都是参考这边去撰写出来的 所以像我的习惯 我干脆就看一手资料就好 我不要看二手的 我希望还是看一手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一手资料的话 你可以在上面找这个文件 然后呢 Python的Docs 里面的话呢 不过点进来跟各位讲 它有很多班 最近已经到3.9 3.10 这是最近 应该就4.0了 没了 然后呢 它的说明档 以前的话呢 只有英文 跟什么西班牙法文 还有日文韩文 那最近又增加什么 简体有没有 还有繁体这边也有 所以你可以点选这个繁体 马上就变繁体了 Python的3.9 有什么新功能呢 你想知道 点进去就知道了 OK 其实我也还没点过 你们可以自己看看 点了就知道了 所以有些东西 说真的不困难 但是你要花时间 然后你要经常去逛这些上面 到底有哪些新的 不然的话一阵子没逛 哇 里面又多一些东西了 你就没有update新资料 但其实也不困难 反正你就要固定一段时间 你就把它当成是看新闻一样 你每天都要看新闻 那你为什么不看这些东西 有没有 每天都update一下 还有其他的 这些东西 那主要当然你要教学 从哪边开这边有教学 不过我是建议 一般习惯从标准的韩式库里面 其实主要相关说明都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了 它里面内建的形态 有没有 像什么刚刚有提到的int float 还有这个是复数 那其实这个复数比较少用 那逻辑的话 还有end or not 这边也有 还有list list以外 list就刚刚的串列 还有tuple 还有range 有没有 那一堆啦 当然有些地方 比较少用 但是有这个东西 OK 所以你也可以拿来参考 其他有这些 像什么文字怎么处理 等等的 好多好多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这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看完 那你大概应该python算高手 不过跟各位讲 这个有点像字典一样 它其实不是要你全部看完的 你需要的时候 再来查 你要查 就到这边查就好了 所以你经常用 经常用 你慢慢就熟悉了 跟各位讲一下 所以这个相关资源在这里 很简单 关键只有python 你就自己在那边找找看吧 然后安装 OK 这边已经finish了 把它close 好 那你会发现 我刚刚装完的东西 它在c点底下 就会多一个什么 39 有没有 python39 那你看screebus 我看一下 screebus里面 有没有spider 你会发现 这里面 目前是没有 对不对 OK 那没有怎么装 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 你就要自己在下语法 打一些东西 那你就是必须在这边上面打一个什么 特别注意 这个难度比较高 你必须在上面 这个screebus上方点一下 打一个cmd cmd 就是command 就是把那个什么 dose的这个模式打开 然后你必须在上面打一个语法 叫pike install 不过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环境 装太多环境 可能这个pike install 好像会失败 好像还要用另外一个方法 去把它装起来 所以这个 这个也许啊 这个可能用python 这个从这边装 cmd 然后我记得这个要用python 去把它用那个pike install的方式 去把它再装起来 这个语法可能再 再看一下 大概是这样 那细节部分 待会我先把它试着装装看 如果可以的话 再跟各位讲一下那个细节部分 怎么去再把spy的装进来 OK 那如果你是用make的同学 其实方法一样 OK 好 那 再来的话呢 刚刚有关那个python python的环境下载等等安装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继续来看有关那个就是 结构控制部分 这个部分的话是在基本语法里面的 第3个 第2个单元里面的 我是在这边 这个第5页的地方 那首先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写一段程式 比如说我秀一段 各位看 执行的话呢 底下会显示说 请输入年龄 假如我输入15岁的话 他应该会跳什么 未成年 那我再执行一下 如果我输入是18岁的话 或是19岁的话 成年 有没有 但是如果今天呢 以这个逻辑 如果输入18岁会跳哪一个 成年 OK 好 所以18岁就满了 那 这要怎么写 其实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 一样 请各位开一个新的 有没有 在文件里面开一个新的文件 或者按这边新文件也可以 第一个 上面的注解 上面是注解可以delete掉 这注解有时候多余 这个 那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 要撰写 第一个 那我需要一个变数 去放 让人家输入的资料 所以我这边可以加一个h 这个h 这个h是自己取的一个变数 等于什么呢 等于input 特别是说你要从外部输入资料的话 它叫input 刮壶 刮壶里面的话呢 你就跟人家讲说 请输入什么 请输入年龄 OK 特别是里面是一个 请输入年龄 这个是文字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请输入年龄 OK 先放大一下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可以再把它底下再多一 一个input 一个output 我就是print print print的话呢 就是什么 再把什么呢 把那个h 刚刚干脆帮我把它 print出来好了 OK 比如说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底下的话 请输入年龄 那我就输入18 Enter 你会发现print就print18 但是问题我现在不是要 输入你就输入出出 那这没意思嘛 OK 所以呢 你 你必须在这个当中怎么样 做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写出年龄 后面加一个冒号 这样看起来 不要ok 所以呢 我今天希望哦 做逻辑判断 那在python里面该如何写哦 特别重要 第一个是加个if 空一格 如果什么呢 if 后面呢加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h 假如说什么 他小于18岁的话 当然另外你可以另外一个逻辑 大于18也可以啦 反正这 如果你是 用大于18的话 那下面就是成年 反之就是未成年 如果你 这边的话呢 用小于18的话 那刚好就颠倒 后面的话加一个冒号 冒号就结束 ok 这个去数就结束了 到这边 所以在if 后面加一个逻辑判断 那冒号是结束 Enter一下 那你会发现Enter之后 他会自动帮我 在前面 多增加一个缩牌 这个缩牌是一定要的 你不要没事把它放到前面写 那也不对 因为缩牌 是程式的一部分 没有缩牌也会产生错误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所以特别之后 你那个缩牌不要说 自己再把它抵抵的掉 不行 那如果说他假如是小于18岁的话 那我就是print了什么 我干脆把下面这一行print了 print了 不要print了h 我就把它print了 一个讯息叫未成年 他如果小于18的话 那就未成年 ok 所以就把那个 我们那个那一段 未成年的 ok 把它轻叹好 这样子 ok 把它执行一下 如果我输入18岁 输入小于15岁好了 那他应该是print了什么 不过呢 你会发现 问题出来了 出错了 没错 没错 那为什么错 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底下会跟你讲说为什么 所以以后出错 不用太紧张 你要看懂他 为什么错的叙述 他其实还蛮聪明的 只是说他的叙述 他这边不会给你中文 他用一段英文 而且这个英文 还不是说很有文法的英文 是有点 都要在 反正你要习惯 如果你习惯的话 以后 你就会很清楚知道 到底哪里错了 所以他有几个中文 第一个 他开头一定会告诉你标题 为什么错 所以你看到什么了 这个错误是什么 放大 Ctrl加好 放大 错在哪里呢 错在Type L Type Type是什么 形态 形态为什么出错 资料形态 错误 所以标题知道了 所以最大的线索就是 形态错 但是也没有再细部一点的线索 有 他底下跟你讲 他跟你讲说 小于 后面加一个not support 没有support 资源 between instance of street and int 看得懂意思吗 中文意思是说 他没有办法 让你在这个小于的左边跟右边 between between是左边跟右边 如果意思说前面是这个 H是什么 是street 然后18是int 他意思说他没有办法帮你比较 什么呢 如果文字跟数字是无法比较的 他的白话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你应该知道错在哪里了吧 所以推算 因为原因在哪里 因为 那个input给你的东西 它会是一个文字 所以你刚刚输入18 对不对 看起来是数字18 但实际上到h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文字18 所以文字18 那 它过来的东西 所以特别是h 现在这个是什么呢 它就变成h 这样子 那跟这个就没办法比 所以怎么办呢 应该知道意思吧 对 就是你把这个input的外面 再包一个int就好了 有没有 int 然后刮符一下 前刮符 后刮符 意思就是说什么 帮我把什么呢 输入那个18 有没有 不要再18 加了int之后呢 它就变成18了 那18就是int 再int int之后呢 它就被比较了 ok 所以它有线索了嘛 都告诉你为什么 对 所以以后一看就知道了 反正你 只要程式错了 看一下 大概就知道原因了 不过前提是你要看懂它的那个错误讯息 讯息 ok 我是觉得它刚开始看会真的是觉得 根本有点像外新闻一样 ok 它慢慢越看越 越了解它的意思了 ok 所以你慢慢要习惯 好 那把它试一下再植习一下 比如说再输入15岁的话 有没有 它这个时候就不会出错了 未成年 但如果我现在呢 再输入一次 比如说19岁好了 诶 19岁没东西 为什么 因为我还少了一个 反支 所以哦 底下的话还可以enter一下 然后back到前面去 打一个什么呢 打一个else 冒号 反支哦 ok else就反支 else 反支的话呢 就是成年把上面这一行复制过来 然后这边的话就把位改成成年就好 上面print的那一行 复制下来 有没有 所以这边的逻辑是true 这边的逻辑是false 好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吧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如果再输入19岁的话 那应该就输入成年了 ok 没问题 所以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请各位试试看哦 那最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如果 你input的外面没有加int的话 那会造成什么 会造成就是你那个 形态错误 因为过来的特别注意哦 它就是文字了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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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